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长相阳光帅气 为人努力上进 这也是娱乐圈男明星们人设的万情友 然而近日泪于男星们挨个翻车 全是因为表面上装作了一幅阳光健康 风度翩翩的样子 被地里却念叶密实 留念花丛 倒还不如一开始就自爆风流 只要不打炮不输鬼 安安分分谈个恋爱 大家恐怕都能够接受 离封世界后 却泪尽十位男星受千年 然而却只有王杰儿 至今被挂在热搜上 也是因为他数不清的风流账 一次都没有算清过 面对留言 他的好兄弟王衣博 尚可一直抱紧细闻 读住悠悠众口 而王杰儿只能自认心虚 昨日在机场被粉丝喊话 现在很多人塌房了 笑你不要他 求求你 他的反应耐人寻味 只见他用登记卡捂住下半张脸 看起来是点了点头 但眼神却飘忽不定 特别是经纪人 骂一戚白眼 被网友解读 求求你们闭嘴吧 所谓回音的话 一是遮涉掩掩 此不大意 不过要说他这次会不会翻车 应该还是不会的 一个是因为他的背景不简单 二是因为和他一起玩的这些损友们 不会轻易将事情暴露出去 到底怎么回事 娱乐坏宫 把你不知道的聊 今天我们就好好聊聊 王杰儿和他背后的故事 尼封曾自夸 耕正苗红 但真正耕正苗红的 其实是看似点亮当的王杰儿 1994年 王杰儿出生在一个运动员家庭 父亲曾是国际旗舰队运动员 由于战绩显赫 于1993年 担任中国香港基建队的主教练 母亲也是中国体操运动员 不过除了运动员身份外 王杰儿的妈妈 还有着更厉害的头衔 那就是世家之旅 王妈妈名叫周平 是大名鼎鼎的超声波之父 周永昌的女儿 一家子都是国家的动良之才 受家庭环境影响 王杰儿自小却被严格教育 要么学医 要么也成为运动员 为国争光 最后父母为他选择了运动员 这条路 从六岁开始 王杰儿就练自由体操 但凡是只靠努力是不够的 还需要讲天分 相比于体操 王杰儿明显对基建更感兴趣 于是十岁那年 又敢练基建 果然先生夺人 年仅12岁 就在全运会上夺得金牌 那个时候 王杰儿也有个奥运冠军梦 一路披荆斩棘 年仅时期 就拿下了三枚亚洲冠军 三枚全国冠军 九枚国际和香港冠军的奖牌 如果在此路上坚持到底 也能成就一位 极渐界的青年才俊龙 然而 优秀的人 又怎么不会想尝试更多可能 2010年 王杰儿同时接到 斯坦福大学和香港大学的通知书 以及伦敦奥运会的邀请 奥运比赛后 再去大学深造 前途一片光明 然而王杰儿却做出了一个 近乎叛逆的决定 他早早就瞒着父母 偷偷参加了韩国的选秀 并在接收到陆续通知书时 接受了韩国娱乐公司的邀请 去当练习生 这对王杰儿父母来说 犹如勤天匹利 眼看着一条康装大刀不走 偏要去做异语人 父母想不通 王杰儿却只说 做音乐也能为国尊光 他未曾想 自己抱着一腔热忱 来到娱乐圈 却是个藏无蜡垢的好地方 既能消磨他的初心 还能改变人的心性 王杰儿一共在GYP练习了两年半 从小练习体操基建 让他在韩国娱乐公司 流水线四德训练下 如意得水 很快就组合出道 2014年到2015年间 吴某凡 陆寒 黄子涛 张一新 纯纯回国发展 近韩宁的整体环境下 王杰儿也不得不顺势而为 只不过相比于几位前辈 王杰儿家世背景 相当之低调奢华 有泪涵 于是刚回国 就搭到了主持界长青树 何炅 一同主持 拜托了冰箱 何炅在圈内 向来爱提携后辈 加上王杰儿在节目上的表现 单纯傻眸 常常带来意想不到的笑点 让他在内地迅速爆红 但常也道 树打着风 人为名高 接种而来的 就是各种黑料 2020年 一则业类人士的爆料 掀起轩然大波 两位从事公关事业的博主爆料车 W姓男Rap 私生活混乱 还和自己的好朋友 有过信心味 并且这位男艺人 在和他朋友相处时 当着女生面抠诉 自己好辛苦 和屏幕前的事业型很强的性格 相差甚远 视频经网友转发 迅速爆红 而这位W姓男Rap 也被指认是王家儿 无独有偶 没过多久 网上又有一名王家儿的粉丝 托粉回彩 支持王家儿 就是一个私生活非常混乱的人 不仅放出了王家儿 夜电筒美女happy的照片 还放出他主动搭讪美女的聊天记录 可谓人正物证齐全 在聊天记录里 王家儿将自己描述的非常可怜 对方还用宝宝来称呼他 他也大方施爱 说想死你了 其实爱上蹦迪 是王家儿从韩国带回来的陋戏 在韩瑜这个大染缸里 他一早就被这里的浮华富贵和猪鹏狗友迷惑了星星 因为爱逛夜电 王家儿一早就结识了著名老宝林生逆 还和林一峰这次世界的女主角 Bless弯弯交往甚密 话说这位女生弯弯是个狠角色 我们在梳理林一峰事件的视频中有提到 想看的可以右上角点击传送门去看 总而言之 这位让林一峰也翻了大事了弯弯 是千类著名的鸡小姐 还干着牵线搭桥的活 而王家儿不仅和他相约束缘 还穿别人定制的衣裳 不过找到爆料这么多 却没有一个能拿出实锤的 大家肯定也疑惑 这是为什么 网上曾有知情人士透露 王家儿去夜店叫女孩 坚决不要粉丝 跟他一块玩的 还有护圈的富尔代们 又是一套严格的选飞流程 一个个检查女生的朋友圈 进去还不能带手机 2022年 王家儿又被狗仔拍到夜会两个美女 狗仔说拍到王家儿跟宋雨淇之后 某天晚上又看到司机跟保镖 开着王家儿的车来到了某小区 过了一会儿 两位美女经过确认 默默上了王家儿的车 司机又将两位美女 送进了王家儿的家 只不过事后不过一个半小时 王家儿的工作时 就发文否认了狗仔的说法 撑视频是拼凑的 没有过夜 只是王家儿的朋友 来家里正常聚会 这次尼一封事件 王家儿之所以受千年最深 也是因为不耐死万万的爆料里 有W线艺人 只不过大家还等着他的 17位男明星富二代 一万多字 和272张照片的实锤证据时 他却否认了自己之前的发言 让王家儿彻底躲过了这次风波 这几年 明星探访的人数和速度 让人始料未尽 下陷极地 慢慢的 大家甚至开始从吃瓜 变成了业务 听到还有更多更大的顶流 要面临探访 大家的反应也是 还有完没完 这一大家都知道了 查明星就是查资本 而这类鱼早被资本捣烂了 一封嫖娼被抓 媒体查出他的商业版图 在2017年 他就以1亿7千万的收入 密压流的话 在众多明星中 排第四 而早在2015年 他就挤进福布斯 中国名人排行榜第九名 收入6900万元 与多家上市公司有关联 还设计环瑞市集 上亿财务造假风波 五千卷入性侵未成年 据众淫乱案件 背后关系网被拔 设计金圈 港圈 户圈 丛龙大哥 王思聪 冯小刚 全有交集 而他本人最红的时候 年收入20亿 还不用收谋爽滞留 偷税漏税16亿 一天的收入208万 这些一个两个翻车的迷心 到底是自己作死 还是被资本 一个两个推上了弹头台 弃局保帅 互相陷害 我们这些吃瓜群众 又是不是被利用的 舆论工具 谁又能知晓呢 邝邝也只好在这里 奉劝大家一句 理智做一个看客 过好自己的人生 谁也不必 入戏太深了 安王家的未来 只有像贾斯丁比伯一样 找一个一生至爱 又或者像陆海一样 正经谈个恋爱 咱在这泪鱼 长长久久 恐怕今日不翻车 往后也会翻车呀 好了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 如果喜欢 不妨点个点阅 记得点亮小铃铛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